有益利的確的個案是人會醫院的行政人員 目前他還沒有暗號 所以我在這邊比較抱歉 因為他的暗號要由黑暗路警指揮中心來做統一的公布 但是我們昨天就從下午開始就鎖鎖來進行人會醫院的心理計畫 最重要的困難的地方是在說 因為人會醫院它是主流在呼吸照護的護理之家 那呼吸照護因為也涉及到氣切 所以在整個包括在杯墨的傳播 相對來講還有呼吸器的移動消毒是比較困難 所以從昨天我下令在今天早上之前就必須把所有的醫院清空 那主要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39個呼吸照護的病人 都轉等到高雄的我們的負壓隔離病房的醫院的二項 分別進行安置 因為我剛才有講過 因為他的氣切插管 所以對他的呼吸照護跟整個相對來的風景比較高 所以說一律住到負壓隔離病房 總共有39位 醫護人員總共有55位 那這個部分也出國詢問正照 都進行居家隔離 總共有94位 第二圈是行政人員之外的 像有進出的包商、廠商等等 總共有 這個人數 匡列27人 那這27人 那這部分 也一律住進行居家隔離 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他也有門診 總共有127位的門診 病患 另外有55位的 陪病的家屬 接觸者的接觸者 進行自己管理 迎接的接觸者 就進行居家隔離的原則 所以昨天 在整個採檢的部分 在94位的採檢的部分 有一位護理師是檢查陽靜 所以 這94位的檢查 昨天連夜就進行採檢 因為這是屬於第一天 風險最高的疫情 採檢裡面有 一個護理師 他的核酸檢測是兩性 所以 該名護理師 我們現在也在進行疫調 也在匡列 相關的隔離對象 包括他的先生 還有他的兒女 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通知 他進行居家隔離 那另外 這個個案 在 之前 也曾經 到另外一家診所就診 他並沒有向醫師 告知他的 犯罰 理由死 所以在醫院的部分 總共也匡列的 有四位 進行居家隔離 有17位同時段的病患 那也匡列自主管理 他 fasting 都不適合 亡 都不適合 有195月 有195月